1,2,3 哈 1,2,3 C in the midd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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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星做爸爸到底做成是幾分的爸爸呢 康熙來接 歡迎三位明星爸爸 歡迎三位 歡迎 是 三位請坐 你是 你哪位啊 我是康熙的 限制級奶爸 你看一次帶個 這個 他好像肚子餓了 我先餵一下奶 好不好 等一下 那爸爸講話真的有叫 就說 有一點像 味道很像 真的不想像 神經病 不要哭 眼睛要張開 神經病 很煩耶 好噁心 何榮覺得他模仿任爸比你像 真的嗎 那可以試試看 你有亂型嗎 亂型就是演技 你要不要問一下 你要不要問一下 不是 我跟你講 模仿他的精髓是聲音 任爸 你講一個聲音 聲音是 相逢就是有緣 祝大家平安喜樂 要有力量 你也會 你也會 是 我跟你說 我跟你講 棒的這個 這個 可是你的同小 任爸爸有些口頭才你要學 是嗎 平安喜樂 平安 平安喜樂 平安喜樂 又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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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好像講就是中了 真的中了 又有了 現在 今天是要討論任爸 今天討論明星爸爸 OK 請坐 那個 帶子郎退開吧 退開了 你們節目繼續 退開了 退開了 我夢 不要再講我了 很危險 這個 聽說當初你出生的時候 護士有把腿扒開 扒開給你把它看 對 你為什麼把我痛蜜心 有這件事吧 沒錯 其實我當初 是這樣拔開喔 來示範 我可以示範給你 太不堪了吧 不要啦 生產的時候呢 就護士出來 帶他出來的時候 第一個動作就是這樣 你是 小孩子爸爸嗎 是 等一下 這樣護士想撥到出來了嗎 真的 我聽說就是這樣 你可不可以 為什麼啊 他驗證 像我們歌迷都會想像的畫面 真的耶 好糟糕喔 SAG所有的粉絲圈 都在想像這個畫面 很奇怪的畫面 很奇怪的畫面 你很煩 如果要破壞 我們花眼苦睛的形象 你想時候好開放喔 我想說鏡好開喔 你們現在沒辦法 我覺得是應該是 護士要驗證一下 你們到時候說 任爸當時是有跟護士講說 一心期待的就是一個男生嗎 沒有沒有沒有 其實我 但那個年代應該大家都想生兒子吧 對啦 因為父母給你的壓力也是希望你這個 生個兒子 所以護士是根本懶得用嘴巴回答 就是說你自己看吧 對對對 那那個臉色是很臭的嗎 護士本身講這兩性話 他們的環境 他比較沒有血色 他不會去注意到感情上表達 OK 就是跟你交代完就算了 還好不是任爸臉色那時候沒有很臭吧 算了 沒有 他有很臭 確實有失望 確實 那當時候還特別 在第一時間打量 所以考慮了很久這孩子 要不要就是 冷靜一下 沒有 我當時還在想說 那根怎麼不見了 是不是 為什麼 為什麼第一個就要生男的呢 第一個生女的第二個再生男的也可以啊 因為我是獨子 他根本只想生一個 而且他根本都不想生 他傳宗接代壓力 他其實不想生 沒錯有這種壓力 是壓力 聶宇你有在乎你小孩是 第一個要生男的還女的嗎 其實我們家也有傳宗接代壓力 因為從我爸我爺爺 我們是三代單傳 所以多多少少也有一點這種壓力 但是說實在現在 比較沒有太去在意這個 當然可是生了一個兒子 就比較放心一點 搞定 對 就覺得說 對上一代有個交代了嘛 啊 對不對 那何榮呢 我其實還好 我就是生男生女真的都好 對 但是我真的沒想到 其實我我覺得真的 通常生男生女才會這樣講說 生男生女都好 已經生男才會這樣講 對不對 對 不是 我跟你講 你剛剛講得出來 沒有 我一定要強調的是 因為我第一個是生男的 沒有錯 但我第二個我當然希望生女的 但我有告訴我自己 我要先心理建設一下嘛 對 就如果這還是生男的 那也沒有關係 因為呢 兄弟同心 其力斷金 有沒有 你就把它想成 你想想一個即將話就好了 如果是兩個女生呢 太好了 就是呢 連續兩胎都是千金 很好嗎 是 是不是 所以你要想的是 對啊 因為你知道 兩個男生兩個女生都好 兄弟連續兩胎都是千金 其力斷金 可是連續兩胎都是千金 都是千金 這只是一個數據而已嗎 對啊 被你聽出來了 是是是 你拍就對了 可是 你們當初 就是有 設定說 先去照 什麼 搞清楚說性別嗎 嬰兒 我們有耶 我們有 因為我覺得其實這個東西是 你遲早都要知道的啊 但你買東西比較好買 要不然你 我們剛開始本來第一胎的時候 我們那時候還很天真想說 要不要就 尋求這種傳統做法 不要知道 對 剩下來是對不對才知道 其實是 問題是去發現你購物完全不能做 你買來的東西全部都是什麼黃色啊 對 都只能買中性的 中性的 綠色 全部都是這種的 不能買別的東西啊 那覺得說還是發音料比較好 OK 那 懷孕期間要怎麼服務太太呢 就是要照顧 就是她要喝水就把她倒水啊 要照顧她的一切 對 那她會產生一些特殊的要求嗎 我是這樣 我覺得很好在把談話帶上 文明的世界啊 因為馬傑有一點把握這個機會 因為平常這種話題 很難跟女兒講 所以今天就讓你知道 就是你爸也是正常人 大方表達 所以呢你爸平常在家裡面就是這樣子嗎 還是他今天在節目這邊特別嗨 他平常在家裡面只要有陌生 譬如同學朋友來 他就這樣 就這樣 那個時候你就不會在家了就對了 我就盡量回避 我盡量把朋友帶走 OK 我是指說 太太懷孕的時候 生活飲食上有什麼特殊的要求嗎 對 我老婆那時候是 他從以前很喜歡吃甜的 到懷孕那段時間完全不愛吃甜的 然後全部都是愛吃肉 生兒子 就是肉食 他就突然一下變成肉食主義者 所以每天家裡面都是牛排啊 要不然就是魚排啊 會難伺候嗎 吃這麼好啊你 其實還好耶 就是說有的人會講說懷孕的時候 就脾氣啊什麼都會變得比較大 我覺得這個東西要盡量 要教育他 其實那種做法是不對的 就懷孕就懷孕 不用擺出太大的假 對耶 這種東西就是女人有時候需要教育的 你要讓他知道 那樣也是無理取鬧 等一下你太太在不在場 不是耶 沒有 沒來沒有來沒有來 可以的 OK 何榮呢 那你太太懷孕的時候呢 我蠻同意念雲講的 但是這個 是不是要用到教育這樣的字眼 我覺得有待商學 可以 上上 第一胎第一胎 那個那時候沒有那種電動炸汁機 你知道 我是用那種傳統的 在菜市場裡面傳統 用手壓那種 然後呢 你生小孩民國幾年啊 我那時候會沒有電動國汁機啊 不是啊 因為捨不得買 不是啊 真的 但是今天那時候就是 我知道因為那時候 聽人家講嘛 就是 胎兒在成長前三個月 腦部發育是要 要比較注意的 所以那特別要去補充那個葉酸 那葉酸裡面 就是在什麼地方最多呢 其實就是柳丁裡面 柳丁汁就是 最簡單的方法 就是幫他擠柳丁汁嘛 OK 所以每天早上起來 一定要幫他擠柳丁汁 擠大概那個 一個小杯 小瓶礦泉水的量 喔 對 所以每一家 他懷孕期間每一家重視的重點 不一樣對不對 有的吃肉 有的就是柳丁 對 那葉媽媽是要吃什麼 其實我太太當時 很明顯就是 他 他去這個重新南路 買書 買書啊 玉英紫蘭啊 OK 然後他買很多很漂亮的照片 所以 Selina剛出來的時候 人家以為是男孩子 他買很多男人 男孩子的漂亮 很漂亮的男孩子 baby的照片 就是胎叫啦 掛在床房旁邊 念力啦 對 希望撐他像這樣 喔 而且有些話說 第一個孩子照豬牙 第二個照豬牙 對 OK 他當時花很多心理在上面 所以你小時候出生的時候 有感覺到 爸爸對你很冷淡嗎 沒有吧 但是我看我小時候的照片 我大概到 三歲之前都是一個男生 很像男孩子 就是沒有頭髮 光頭 然後胖 然後穿的衣服 就是很像李羅 李羅茲 那樣子的樣子 然後就 這是 後面那個樣子 就這個 你可以拿我遠一點嗎 那等你比較懂事的時候 有感覺 有聽過爸爸講那種話 說 如果是個男的就好了 這一類的話嗎 沒有耶 他們都把我捧在手心 我沒有跟他這麼大的壓力 所以你小時候是被嬌生冠養 從養 嗯 從到七歲 所以我妹出生的時候 我是很討厭她的 一個來分家產 對 就是因為我已經習慣了 那樣的七年 我沒有辦法一時之間 就很大方的大切介紹 所以你有偷偷捏她嗎 有 就她在搖籃裡就捏嗎 對 就我會把她弄哭 你怎麼這麼恐怖啊 我天啊 我很壞 有用枕頭蓋住她的臉嗎 沒有沒有 對 應該應該還把她撥開 不過她很明顯會吸引我們注意 比如說我們當初 借了一個攝影機 照過小孩的過程 她馬上說 爸爸我在這邊 照我 照我 我這樣媽好討厭喔 怎麼那麼討厭 她會這樣講 好酷臉 她們不照你 可是我 因為我妹真的很可愛 很可愛 你說真的 我妹真的長得很漂亮 然後那種 你對什麼 你看過我妹 然後那時候 因為我們 那時候是很晚生 所以親戚小朋友 都已經長得很大了 對 所以大家自然對最小就會 非常好 也千心從愛在心 對啊 很愛她 但我們在他們兩個兄弟之間 就是說 建立感情我們其實是蠻用心的 當我知道老婆懷孕的時候 就會教育老大說 媽媽肚子裡面有個Baby啦 所以每天都會叫她跟肚子講話 她真的聽得懂 她聽得懂 然後她就會親一下 晚上睡覺的時候 Good night mommy Good night弟弟 然後親一下肚子 然後到我們去醫院生小孩 現在小孩回家的第一天 我們回來的時候 還帶了一個禮物回來 然後送給她 就這是弟弟帶回來 送給你的禮物 所以她就很期待 弟弟趕快回家 買通他 要小小的賄賂 那結果她真的 弟弟出來以後 她沒有對弟弟有這種 吃醋的態度嗎 她很愛弟弟 她非常愛弟弟 每次人家 雖然我最記得有一次 她那時候讓我好感動 你知道我們在醫院裡面 小孩子剛出生的時候 常常會打預防針 然後打針的時候 就要到 那個醫療室裡面 我們大人不能進去 那她在旁邊一直跟著 所以護士我看也沒有太在意她 她就進去 那一打針 你就聽到小Baby在那邊 啊 她一聲就哭出來了 然後我坐在門口 我就突然一下聽到那個 我老大在裡面 站在那個小嬰兒床旁邊 還巴在那上面 她就很大聲喊 弟弟弟不要哭 不要哭 我在這裡 我在這裡 聽到我好感動 你知道就是平常她打針 我們在跟她講 比Selina就是有人性 很多 那妳小時候 這就不能怪Selina 那妳就教育錯了 沒錯 那是小時候 因為我們差七歲 七歲是一個很尷尬的情境 差很多 那妳妹妹難道沒有抱怨過 她一直在穿妳的舊衣服這些嗎 從小就崇拜她 她從小就愛我 而且就跟在我屁股後面 妳小時候就紅了嗎 因為我大女兒 她很搶眼 從小就很搶眼 比如說喜歡唱歌 那成績不錯 所以她小孩子 聽說哇 這就是我的偶像對象 OK 她本身就把她崇拜的對象 何榮呢 你們家 我是從小就跟我的兒子講說 因為她是妹妹 所以男的一定要讓女的 對 所以呢 包括像什麼搶玩具啊 然後我就一定會 解決這個紛爭的時候 我就跟她講說 因為她是妹妹 她是妹妹 她小你兩歲 所以先讓她玩 所以要養成Lady first 那你也有幾乎要 忘記幫她拍照嗎 還是不會 對啊 你剛才講的時候我就想說 我回去真的要多拍 會 一不小心你就突然發現 欸 整個容易忽略 因為我兒子連DV的那個影帶都有 可是女兒就很少 女兒現在都直接用手機拍 那等於DV都省了 OK 對啊 所以 比較會忽略啦 是因為照顧兩個會變得很忙 是不是 也不是 因為我覺得主要是因為 你第一胎的時候 你完全沒有經驗 第一胎生出來之後 你照顧 她長了差不多兩三歲 四五歲的時候 你就知道說大概 她的那個成長過程就是這樣子 所以第二胎遇到什麼樣的狀況的時候 你都已經很有經驗了 了人於胸 你就知道說大概 比如說她生氣 或是她生病的時候 你怎麼去處理 你就不會那麼的緊張 就很有經驗 這個其實我有經驗 比如說第一胎生日的時候 第一胎摔跤 馬上到醫院去 對 比如說她從娃娃車跌下來 對 馬上到醫院急診 醫院是沒事啊 對 就一個小包自然就好了 第二胎一樣摔了 不理她 不碰碰 萬金有叉叉 結果一個小的就碰到狀況 一摔之後 她後來 這個腫起來了 然後腫腫腫 我想啊是不是沈銀啊 銀啊 銀啊頂啊 就是那種窗啊 借倉 對 那我想啊那銀啊頂啊 就是找這個土藥 膏藥 貼上去黑黑這個膏藥 你給小孩貼一個膏藥 對我給他貼膏藥 就貼了一個禮拜 貼上去 像她這個化膏膏藥 哇 結果一個多禮拜之後 整個中間像個小饅頭一樣 哇 才到一月去 那個醫生呢一看到說 怎麼這麼久才過來 那我就想說 本能反應 就剛剛本能反應嘛 第二胎呢 我想沒事啊 對 結果只有這個狀況 OK 她現在有沒有疤啊 她有沒有疤 頭髮上面還好 頭頂 這我的印象 其實是被我按大的 不會吧 好 好 任爸不責言 就讓Selina當場崩潰啦 我會想說 所以啊 還一定幻想再發片 沒有我到底希望說 能夠把身體念好一點喔 發一些這個 視乎網站看的片 我的媽啊 看爸爸說 你們家以前 最大的拆銷就是 衛生紙為什麼不發明 衛生紙為什麼不發明 這月子這段時間 爸爸要陪嗎 我那個時候有陪 我不知道他是在月子中心 OK 已經有月子中心了 對所以那段時間 我等於也住在月子中心 然後要幹嘛呢 就什麼都準備好嘛 就是比如說 電動玩具 錄影帶 DVC 電玩是給誰玩 給媽媽玩啊 千萬不要 千萬不要 因為他在那邊每天沒事啊 因為坐月子其實是很 可以看電視吧 可以可以可以 其實坐月子我覺得其實是蠻好 會會 前面幾天過了之後 就會有點無聊了 那我就很怕他無聊 所以就盡量給他準備一些 那你要陪在旁邊 陪他聊天 陪他聊天 你也陪著坐月子嗎 我覺得 月子一定要陪 而且陪產一定要陪 對 就是他生產的那個 那個當下 你一定要陪 那你那時候有坐月子中心嗎 沒有完全沒有這個東西 在家做吧 在家裡面 可是在家坐月子意思就是 那個Baby也就要放回家裡去 是啊 所以我真的覺得台灣月子中心這個文化 發明的實在太好了 那我就全世界都沒有看 其實主要是替你照顧Baby 對不對 因為你知道小孩子剛生下來的時候 說真的 你跟他很熟 對 然後 你也不是很 不是很熟 真的喔 因為有時候會覺得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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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小孩子生下來 天性我就會很愛他 其實不是 那個感情也是慢慢賠 你會看到他 你覺得他跟我到底有什麼關係 對啊 你會慢慢建立起來 任爸爸那時候 並不是演藝圈的人 你要上班吧 對 我上班 我太太是老師 還好也放假 那是他的長輩來照顧他嗎 沒有 正好那個時候 我的岳母要照顧 我舊子的孩子 正好也生了 也另外一個 跟我差不多同學 當時我被要求 當時是 我女兒是冬天生的嘛 十月底生的 很冷 那個時候台北市非常冷 然後 我月葬要求 孩子皮膚比較敏感 他說不准用洗衣粉洗 他敏感 所以小孩子會受不了 你沒有洗粉洗小孩啊 不是 洗尿布 以前是尿布 洗尿布 以前是尿布 以前Bombo是沒有很貴啊 這尿布 回收人家的尿布在用 怎麼那麼古老啊 我以為都是 baby都是用Bombo洗的 就當時我是 我是 我月葬規定我 有黑白的嗎 你有黑白的嗎 你有小子嗎 當時規定我 每一片都讓回皺 回皺洗 每片都沒皺洗 剛剛念雲講說 您在坐月子中心的時候 其實中國古老的傳統是很重要 因為坐月子 富人 是不能動眼睛看的 其實傳統中國人坐月子 它有一套古法的 是有道理的 還有那種 它那個月子餐 像現在月子餐都給你安排得很好 每天吃什麼 其實古老的月子餐是 一個禮拜吃一樣東西 三餐一樣喔 是一整個禮拜 所以其實那個 對於現代人來講 其實是有點痛苦的 那現在真的就發展了我覺得 月子對女人來講 其實有點像是脫胎換骨 重生 是重生 就是如果月做不好的話 你就 之後 之後的人生可能會走得有點黑白 你們好像都很懂這些事耶 很懂那樣的 當然啊 其實剛剛忽略了一個重招的東西 終於有一個生化湯 生化湯很重要 每天都要喝的 真的非常重要 可以重生 所以任爸爸是 重生 任爸爸是一個很 那個照顧你媽的人嗎 你講這個我必須再 你說現在嗎 以前 從小就照顧 我現在必須用這個節目機會 表達我的心態 真心告白一下好嗎 我記得前幾天 那個劉根宏不是講說 他這個原諒他太太的事情 然後他說 他說他結婚 我聽過 他結婚50天了 他50天了 他說他依然有戀愛的感覺 我當下就 看報紙的時候 當下就跟我太太講 我說阿蘭 我跟你結婚31年了 我依然有戀愛的感覺 可是你這樣講的時候 那太太是什麼反應的 晚上表現比較好一點 亂講 我以前就當真 後來我媽私底下跟我講說 我爸都亂講 學姊 學姊 你沒聽過40歲的男人 只剩一張嘴 我媽就是講 我媽就是告訴我這句話 可是我爸每次阿 他都很愛在中文面前 就是這樣講表現 當然在家他也是這樣 戀愛 然後可是我媽只要有人在阿 他就這樣 就是推 嘴巴講阿 討厭死了這樣 可是 這次我們去旅行旅遊的時候 被我 被我的那個 同事發現 就是我媽其實很依賴我爸 沒有人看到的時候 他就這樣 就這樣勾他 然後就這樣牽他 只是一有人在 我媽就很愛面子 不知道為什麼 那如果平常在馬路上呢 兩個人會手牽的時候走嗎 我覺得應該是會 因為我沒有看到 可是如果有朋友在 他就會把爸爸推開 他就會覺得對 然後我爸可能就過去捏 我媽就這樣 其實我要求我跟我太太走路上的時候 我是要搂他的 我搂的腰走 我喜歡這種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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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其實我太太說這很噁心啊 快六十歲的人還這樣 他很噁心 他現在要求我牽手而已 不准我摟他 可是我聽過做爸爸的人說 做爸爸的第一次看到女兒 跟別的男人牽手 是一個很大的震撼是不是 是很震撼 那種震撼是什麼 那種震撼是說 老子辛辛苦苦養大 竟然被什麼狗渣這種奪走的 這種想法 我倒沒有這種想法 就是說 總希望說這個 第一個大學的時候 心智能發生就已經到一個階段了 再去念慨 沒有 我覺得頭髮有點亂了 其實今天故意 我覺得一方面 我覺得任法給你一個震撼教育 其實今天一夜可以也是一個震撼教育 對 假設一下這畫面嘛 欸你知道 終於到你演戲的時候 你怎麼跑掉 如果說有一天你看到這樣子的畫面 比如說旁邊站一個男生 是他的另一半 然後是被身上抱著 背後背著 然後手裡還推 這樣是他們一個家庭的畫面 其實這個其實對於一個做法本來講 我覺得是另外一個行為 他每個月都開演唱會 然後他有時間生出三個影響 對 而且我幾乎一個人 他看我爸好多自閉 但我可能肚子大他不知道 可是你們兩個有做過噩夢 覺得將來看到女兒落入別人手中這種事 你沒有 我沒有女兒 你沒有女兒 我覺得將來要過我這一關很難 就你已經在防範這件事 你女兒根本不會過你那一關啊 我有想過這個事情 我都想像那個情景 就是我今天坐下來 然後我女兒介紹她男朋友跟我認識 然後我就會狠狠地叮著她 我就會這樣看著她 我就會開始從頭開始 像那個鍾情局一樣 像叮裡面的 Circle or Trust 對 Circle or Trust 如果他 如果你女兒 OK 他就 他就不會問你了 他就不會問你了 如果你女兒帶回來 是一個像念雲這樣的人的話 你有什麼抱怨嗎 OK 但是前提是她一定要發片 有沒有 你對她好好喔 欸你真的發片了 那謝一下吧 原本是這樣的啊 有沒有 OKOKOK 好難防啊 給你改造機會 對嗎 終於改造機會 開很久 這個上個禮拜發片的好 好聽的不得了 情不自禁 請大家多多購買 對 籌備 籌備多了 籌備多了 十二首歌耶 真的耶 親愛的 有沒有看到歌名 是 南海姑娘 和月亮代表我的心耶 好早的歌喔 這是老歌 我們是要抓的 就是讓人回味一下 回味一下 經典的 因為我們抓的 我們就覺得說其實現代人 有一些人會很久 因為不是每個人 像倫巴這麼浪漫 你多久沒有 被浪漫到 而且那些會 會提醒你 提醒你浪漫感覺 你爸爸有沒有想過要發片 我爸 我爸爸會唱歌啊 那我爸超會唱歌 所以啊 他一定幻想再發片 沒有 我倒希望說 能夠把身體練好一點 發出這個 是我的媽啊 對不起 只有大媽 對不起 我現在知道 你媽為什麼每次都 哎呀走開 好 可是你們 你們SHE的演唱會 幹嘛不讓他老人家 上去客串一曲呢 我們的歌迷 年紀都很輕耶 淫淫沈不太一樣 我爸唱歌 我不知道他唱歌 太老了 你爸沒有暗示過說 請他上去當嘉賓嗎 沒有 我從來沒有這麼想 不可能啦 我們的歌搞不好年輕人 聽到沒有 你的歌迷也有媽媽的 很老的歌 好 今天呢 今天任爸爸講一件 其實我覺得對沈妍來講 真的是很難接受的事情 怎麼辦 那個話題 真的好嚴重喔 對啊 講講看 你知道是哪一題嗎 講講看啊 哪一題 不是剛剛你講過了嗎 沒有啊 剛剛那我都已經沒辦法接受了 還要怎樣 你是說腳開開 你要腳開開 任爸爸說 你們家以前最大的開銷就是 下肚子 還買對沈妍 唉... 有沒有筆.. 好不好 這是... 都是... 都是... 我這樣休息10時 你們繼續訪問 當中我不存在 我是民國6,46年結婚的 是... 然後70年生他的嘛 然後那個4年的時間 為什麼要講這個 你怎麼iba 坐在那講這個 衛生 衛生所為什麼不發免費 有啦 皮非常厚 你不舒服 這樣不要再開人亂跑 這個 所以我都發覺是西藥房買的 是是是 我真的是 有點尷尬 其實有點尷尬 可是當時台灣已經進了一些比較理想的 對啊 所以到西藥房去買 OK 不是在便利商 那時候還沒有便利商店 沒有沒有 那當初就是因為 要避孕的關係嘛 因為當初因為我一直希望 不希望生孩子 為什麼 我認為說自己沒有這個條件 讓孩子享受的話 要賺很多錢才要生 對 要有條件讓他享受的人事來 要不然之後 我覺得父母的罪過嘛 因為是有能力嘛 你不能說為了一秒鐘的快樂 帶來大家一輩子的困難 所以當初這個心態 一直到我四年之後 我父母親 跟我太太父母親 就是我岳父岳母 都在逼 你要請那個你老公 或是你要請老婆去看醫生 是不是裡面有問題 一直逼我們 那後來我太太講說 他想說也要了解一下 陰陽合體之後是什麼結果 所以我們才這個 就準備生他的 也不錯啦 我覺得你爸已經 我覺得你爸已經越來越收斂了 剛剛還有古俠小說 真是你啊 古俠小說裡面的字也都出來了 等一下 但是Selina我真的要跟你講 你應該開心才對 因為你爸的這種觀念 其實非常西方的 就是很開放的 對 因為呢 他如果能夠到70才跟你媽媽 這麼恩愛的話 你應該開心 你知道嗎 可是我一個朋友 不用在電視上面講 也不要讓我的廣告 你們知道嗎 也是 這其實表露 就是 而且Selina就會 每一段廣告前都要播 任爸的內心話 盡讓Selina當場痛哭失聲啦 原來我正好有事要出去 台車經過這邊 老遠看到一個男的簽一個女的 這個女的身影很像我女兒啊 正好紅玉燈停下來 我一看就是我女兒 結果他也很聰明啊 他先眼看到 他不敢 他馬上在第一時間 就把這個男的手甩開女兒 其實我最傷心的不是這個 他的男的 我因為他當初讀北女 我跟我太太中心的中東大學 我就期待我孩子有機會 能夠讀台大 所以當時我想 我回到家第一句話跟我太太講 我到現在還記得你 我說 台大沒希望 台大沒希望 為什麼 因為當時想說 他的心血全部在跟男孩身上 就不會好好讀書了 你什麼 他在國中讀書 我們隔壁就是國中學校 然後他早上有男同學來接他 我不知道 然後樓下按您 我想那麼早誰按您 那他馬上下去 他按您啊 你按您我就窗戶打開 我可以喊嗎 可以 誰啊 哎呦 他把男生把他當狗在下來 可是你喊誰啊 是友善的問說誰啊 誰啊 這樣子是友善的口氣喔 不是 他知道是你有男生 他只會這樣吼 可是 你爸爸曾經在 你上課途中就是 他在路上意外地目睹你 牽著一個男生的手是不是 當時情況是怎麼樣 是 有怎麼 有類似這樣 沒有啦 他就幫我背背包而已啊 我跟他說我要去練拉隊 我也的確去練拉隊 你們早上出門的時候是 那天是假日 我說我要去練拉隊 他北運 他到學校去有事情 我還記得是中正紀念堂 OK 然後去那邊練 那只是 我那時候我的男性朋友陪我去 然後我們坐公車下車之後 走過馬路的時候 就在那個 那個中正紀念堂那邊有一個圓環的 我怎麼知道那辦法先第一台車 就是我爸的車 我正好那天找我出去 沒有沒有 他沒有跟蹤我 還是你跟蹤我 沒有 他坐捷運嘛 他先走了嘛 我說他捷運站 公車捷運 我忘了 Anyway 我後來我正好有事要出去 開車經過這邊 老遠看到一個 一個男的牽一個女的 這個女的身影很像我女兒 正好紅玉燈停下來 我一看就是我女兒 結果他也很聰明 他先眼看到 他不敢 他馬上在第一時間 就把這個男的手甩頭 沒有吧 有有 我比較先看到你 是 我看你是你在擦眼鏡 我就立刻一秒鐘之內 我就迅速想 我要立刻回頭 還假裝沒看到過去 我心裡想說 我現在如果立刻回頭 動作很大 會引起他注意 我假裝沒事過去 搞不好還可以堵一下 搞不好他還沒擦完 對 我就走過去 結果就這樣走過去 然後我每次這樣走過去 走過去 結果晚上回家 其實我已經看到了 故意的擦眼睛 蛤 其實我早就看到了 我跟妳講 其實妳爸是嘴硬 妳那時候 那時候就在擦眼淚 蛤 女兒長大 沒有 因為我眼 可是哭什麼 長大了 我是一種震撼耶 我覺得 真的 我覺得說 哇女兒要自立 因為你知道小 女兒 我覺得那個 有一個那個電影就是 father of the bride 裡面有一句話講得很棒 他女兒啊 在成長過程 你一直都是害怕他碰到 錯的男生 但是長到某一個年紀的時候 你就突然一下就很怕他碰到 對的男生 其實都是害怕的 你知道嗎 我覺得這種是對爸爸的那種 所以碰到對的錯的都不好 就是對 你都是覺得說 那個 那都是一種 那女兒一直留在家裡很好嗎 過了一個年齡就好了 那也是很恐怖的 過了三 不是 應該不能講三十 因為大家結婚的晚 過六十可能就 六十啊 其實我是覺得 六十叫姑媽了 有的爸爸 有的爸爸真的對於女兒 就是希望他永遠不要長大 對啊 所以是任拔當時意外的目睹 這個景象 然後怎麼辦 當時很震撼 當時非常震撼 有想要打開車門衝下去 有這種衝動 不是 當初 誰啊 幹嘛 你是誰 當初很衝動 後來是 後來就忍下來 一想說忍下來 那後來晚上 後來回來之後 我就跟我太太發了一頓脾氣 我說你看你女兒怎麼驕傲之後 講了半天 我發了跟我太太發脾氣 然後講完之後 因為我把脾氣發掉之後 我就不會再跟孩子發脾氣 就被宣洩的管道已經宣洩了 那這媽媽都不回嘴的嗎 她還好 她在這個方面 她是一個sponge 就是孩子一樣 吸收了很多 對 這我很非常感恩 那她後來 我後來跟她討論結果說 其實我最傷心的不是這個 她的男朋友 因為她當初讀北運年 我跟我太太中心的 中心大學的 我就期待我孩子有機會 能夠讀台大 人的一生都是希望 孩子能夠揚眉吐氣 光耀門妹嘛 所以當初我想 我回到家 第一句話跟我太太講的 我到現在還記得很清楚 我說 為什麼 因為當初想說 她的心血全部在 跟男孩子身上了 就不會好好讀書了 你什麼 我一直要這樣講 可是你是因為戀愛 才沒有念上台大嗎 師大很好啊 有 可能是有種壓力的 可能是有壓力的 不要這樣 他們都不吃啊 他們都不吃啊 因為像黨員念語會很高興 就這樣 當時講男性話 我對他期待很高 為什麼要念台大才是 就是父母的一種虛榮心啊 虛榮心對他期待很高 你真的是因為那時候 忙著談戀愛 結果就不想念書嗎 就是因為高中很自由 因為國中 國小都會被老師 還有家長很壓抑 然後一到了高中 沒有人管你 你自然 就是因為可能被管 冠了 沒有人管你就不會想要念書 可是那時候會想要反抗 你爸說 我就是不要念台大嗎 不會 還是願意念 我也希望可以 那當晚回去的時候 他有 他有怎樣 我就很忐忑嘛 因為我一整天都在想說 不知道他看見沒 不知道他們看見 然後後來回去的時候 就想說很緊張很緊張 結果 我爸其實知道 然後他就很生氣 對 然後他就 在最生氣的時候呢 最生氣的時候呢 他就 衝出去了 這麼戲劇話啊 我爸就衝下樓 然後就一起摩托車 然後我媽大概就叫我 就追出去 還怎麼樣 然後我就追出去了 你們八點檔 你就是有喊爸爸嗎 就追出去 他摩托車已經走了 然後我就 然後就生氣了 因為我在脾氣發作的時候 我都習慣離開現場 離開現場 也在殺人 也在殺人 也會 會動手很麻煩 我可以借機 對我的女兒說句話嗎 你這種有兒子的人 就是幸災樂禍的心情 這跟你講了嘛 只是有兒子的爸爸 常常流落這種情緒 沒錯 這集會錄下來 我一定會錄下來 飛飛 將來不用念台大 沒有關係 但是 還可以去想一下 台大EMBA可以考慮一下 愛女太有個性 乃爸和龍也沒轍 你太會問那個無聊的問題 你說你比較喜歡爸爸 還是你是比較喜歡媽媽 不錯 可是我的那個 我老二就是我女兒 他就會很有個性 因為我女兒比較有個性 他如果今天真的是喜歡爸爸 他就會直接喜歡爸爸 他如果是喜歡媽媽 他就喜歡媽媽 我就會說那你不喜歡爸爸媽媽 不喜歡你 他就會這樣講出來 我說你真的太有個性了 我就是欣賞你這種有個性的 這樣 將來你就不會被男生 真的 你當時就有覺得說 那你不再管束她的感情生活了吧 對 當時我就問我太太 隨便她自己發展 沒有吧 怎麼可能 就是我太太就出面去 比如說跟她溝通啊等等 我不能跟她溝通啊 我們有時候很少講話 我的新聞 會生氣 緋文嗎 緋文 即使是王力宏的 都一樣 王力宏不是 沒有 我爸 我的第一個緋文 我的第一個緋文 是我爸最大的衝擊 因為出道很多年都沒有緋文 OK 但是蹦出第一個緋文之後 我爸應該是 非常震撼 沒辦法睡覺吧 對 沒辦法睡覺 很震撼 這場有什麼好生氣 沒有 因為我爸覺得 他是擔心我的 我是一個女生 被欺負 然後或他覺得 我是比較骯髒的想法 你剛剛我 我講 我講 籃球場 你要想到什麼 他不希望我的名字 跟男明星連在一起 OK 或者是任何一個男的 就是大家知道的名字 連在一起 因為他覺得 這對我以後的 可能人生的路 或回憶的路不安 我跟他講這好像是Memory 電腦的Memory 對 永遠洗不掉 以後講到Selina 這個Memory就全部出來了 內表 對 內表出來了 我當時就跟她 remind她這個事情 提醒她這個事情 可是我在當藝人的時候 你就應該要有這個心理準備 只是我可以答應你 那表格盡量 小一點 就不要太長 Selina Town哥要不要調節一下 他們現在好像有點 輝文過去後他會平復吧 你爸就慢慢會 沒有耶 那段時間 因為他那時候還在上班 他還在電子公司上班 他就 跟我講說他 因為那時候輝文很像小豬 然後我爸還講說 他朋友都 就同時還笑他說 是怎樣 就是有個豬券喔 什麼之類的 是不是 對 很負面的 怎麼會 就是會故意這樣 嘲笑的講 故意這樣子 戲弄嘛 戲劣的話嘛 但可能無心 當然 這樣對我爸講 以為開開玩笑 對 但我爸並不覺得好 因為他的同時都年輕人 聽起來很刺耳 沒錯 我覺得我應該也會是屬於比較緊張的 好像爸爸們都這樣 對 我跟你講這種是什麼 就是自己 要是年輕的時候 有做過一些壞事 倒影 因為自己會比較害 你看 和容坦蕩蕩的 就表示他 其實他年輕的時候一定很乖 所以他對於女兒 他對不對 但是你自己 你曾經 這個王爺 你曾經傷害過我男生 你這個現在解釋已經太過分了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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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爺明 我太太是我的唯一 她是我的唯一 絕對是唯一的 哎唷 我不是 所以 你爸 你爸跟你媽在你面前吵架嗎 不會 很少 就是 頂多就是可能聲音比較大聲 但是絕對不會吵架 然後什麼丟東西啊 打什麼 你吃東西就算 你就會不要出聲音 他們都不吝啊 他們都不吝啊 我就說 吃那麼大聲 他們會吃 你腿就軟了 好不好 差一點 英靈啊 那 聶雲你會避免在小孩面前 跟你的另一半吵架嗎 我就吵架我 就不要在小孩面前吵 不要在小孩 我覺得 我甚至我覺得已經放寬到 就是盡量自然 就 even我們要是有 不同意的事情 我覺得我們願意在他面前 可以溝通 但我覺得如果說大人是那種會有 比較誇張一點舉動的 或言語 我覺得這種一定要讓小孩避開 因為他並不懂說 有的時候你這種 你這個大人是有情緒上來了 會說一些話 小孩子有時候不懂 他會害怕的 可是 你們的管教方式 一定兩個人都是 炮口一致的嗎 就是 都不會說管小孩的時候會 兩個人的那種 對 炮口一定一致 因為就是說 不可能是他問什麼東西 問媽媽 媽媽說不行 問我 我行 那這個我覺得 不可以 絕對不可以這樣 兩個人這方面一定要一致 你跟你太太會問那個無聊的問題 說你比較喜歡爸爸還是 比較喜歡媽媽 我們也蠻無聊過的 哈哈哈 但我覺得 我跟你講現在小孩子 你們期望小孩回答 我跟你講現在小孩子都沒那麼笨 現在小孩子每次都兩個都愛啊 或者他不會 他現在小孩子我覺得很少 不會選過性回答 很少會碰到為難的小孩子 所以何榮也是問過這個問題 我問過問過 可是你知道小孩子就是不一樣 就是我的老大他就會 就像念玲剛講 就是他就會說 他喜歡爸爸也喜歡媽媽 可是我的那個 我老二就是我女兒 他就會很有個性 因為我女兒比較有個性 他如果今天真的是喜歡爸爸 他就會直接喜歡爸爸 他如果是喜歡媽媽 他就喜歡媽媽 我就會說 那你不喜歡爸爸嗎 不喜歡 他就會這樣講出來 我說你 我就是欣賞你這種有個性的 這樣將來你就不會被男生 真的 我就是真的跟他這樣講 我還問了他好幾次喔 我問了他好幾次 我說你確定你今天不喜歡爸爸 沒有關係 好 那我去找哥哥 我就去了 你今天不喜歡你爸爸 那我去跟哥哥講講話這樣子 對 我就說 我今天跟哥哥可以吧 你有氣他 你給我嫉妒 然後去 這樣不是很不好嗎 這樣就會讓 這個女兒知道 其實 你太會嫉妒 是真的 你要讓他知道 要讓他知道大人世界的一些 有的什麼 那他怎麼還要馬上見鋒轉舵 我說爸 我也喜歡你 不會 他還是很有個性 他真的就說 真的啊 我女兒兩歲半就已經說 沒關係 他說我還是要媽媽 他就去找媽媽了 OK 就是這樣 所以你得到了什麼 我得到了 兒子的關愛的眼鏡 我就去找我兒子去了 你從來都不帶男生給他看 是自從那一次之後就覺得算了 沒有 我是 也沒有從來啊 就是 他有看過任何一任嗎 有啊 還是有看過一些 有 然後有他點頭的嗎 我爸不會點頭的 我覺得我現在是在想 如果男生要結婚 我不知道我爸會怎麼樣 可能先送他一個很酷的球具 帶他去打一棒很開心的高爾夫球 然後這樣打冠隊 然後說我要結婚 這句話我才解好了 因為 就是他錄好像這幾年來講 走過這路風風雨雨是蠻多的 我覺得他應該成長很多了 而且他認識的朋友 比我在這個圈的朋友要多很多 可以給他一些提息 耳提面命等等 所以我覺得應該 我現在跟他講是 很放心的讓他去做自己的選擇 OK 對 而且他姊妹兩個來到這個世間 我覺得是上帝對我們的恩典 那我覺得應該要尊重 讓他這個後半生要過得很快樂 他自己選擇最重要 後半生才二十幾歲 不要講到後半生 可能因為我爸這樣想結婚 可是可以讓那兩個男生教一下好了 就是 取悅那個岳父 未來的岳父的招數是什麼 我覺得 多禱告嗎 我覺得 真的 我有碰過一個 就我覺得 那女孩子其實還蠻有心意的 因為他爸也是一個比較難 我們一個朋友 也是比較難搞的 就他帶他男朋友回家 跟他爸講說我交男朋友 其實已經可以看出我們那個朋友 那個爸爸 你的臉色已經有點那個了 然後他 他在聊天的過程裡面 很自然的狀況 聊天過程裡面 塞了一句話 竟然說 我跟你講我好喜歡他 因為我覺得 我覺得他好像年輕時候的你 那個老爸 那個氣就氣 你知道他其實很火 可是他這個又罵不出口 你知道嗎 我就覺得那招實在蠻高招的 這個不錯 就我喜歡他是因為 他讓我想起你 爸爸的倒影 哇 你說那個爸怎麼拒絕 你說女兒說 女兒說 對 像說我欣賞這個男生是因為 我覺得他有點像你 可是你要寫一下說這句話 他可能會覺得很賞性 後來導致會不時浮現他爸爸的 不是 其實我跟你講 其實每個小孩都是一樣的 當你在找另一半的時候 其實你不知不覺當中 其實會把自己父母 爸爸媽媽的話 應該會 從事在他們身上 應該會 對啊 所以可能你以後 我建議是這樣子 說不定以後你的男朋友也是一個 不知不覺當中 什麼意思 對啊 就會有 就會找到誇獸 對啊 反正你耳朵已經訓練好了 我覺得是要建議是這樣子 因為你知道那個 不管爸爸在怎麼新潮 時代在怎麼改變 他 你要見女方家長之前 你一定要把自己打扮得人模人樣 OK 一定要是端正的 因為第一印象很重要 對不對 如果你又要 就是人爸他雖然很開明 可是如果你今天就是很新潮 哇 就是整個 垮褲或是之類的 頭髮刷書的那個 染金啊 什麼之類的 你要先讓你的形象是 他爸爸放心了 好不好 他爸爸是Hippie類帶的 那當然你就把自己弄個龐克也可以 你要知道他爸爸的所好 要先投其所好 投其所好除了你的外表之外呢 當然還有你的談吐 你要知道他爸爸聊什麼 聊的過程當中 你發現他爸爸特別喜歡講什麼 你就跟他聊 他爸爸特別喜歡做什麼 你就跟他去做 我以前是不是情報官啊 跟你爸喝酒有沒有用 有用吧 沒有用 可是我爸會喝酒啊 跟你喝酒 談交情呢 不會 沒有用 對 先來個20個福利挺身 我爸很喜歡這樣男生做 就是福利挺身啊 看體格的 因為你如果身體不好 不要想說 那我你會下半輩子 身體很重要 他是說下半輩子 他想的是靈性的事情 所以 任爸爸你 你現在 就是對於他的狀況 就是讓他自己做主 現在是放手出去 不會再反他 OK 那 你自己還想當那個 繼續往演藝圈發展嗎 沒有我是隨緣 沒有我是隨緣 不 丹田後面的力道不夠 所以 這樣 我覺得不如乾脆 其實今天也 你藉此機會 既然聊到這話 你真的 如果說有人要追你女兒 大概要什麼樣的條件 其實我講句兩句 我並不要求說 女孩子的家世背景 因為我跟我太太就算一般 男孩子 對不起 男孩子 因為我跟我太太本身呢 就是一般的背景 我太太公務員 我以前在私人工作上班 都很平庸的 一般的家庭 所以我希望對方的背景 就差不多這樣 這樣你才不會有差異性 因為有差異性 你沒辦法融入他的社會 他後面的問題比較大 不是只有兩個人的問題 這所比較大 最近被拍到那個律師怎麼樣 朋友嘛 無所謂 那我覺得有時候 他房的很好耶 有先套過招好嗎 我爸也入行 有一些年 有時候給他法律顧問建議也不錯 OK 好 那今天的三位明星爸爸 就教了大家一些 跟小孩相處之道 那你心情平復一點了嗎 回去還會一次打擊 就播出那一天 就你會 就保險通常會刺激一點 所以你要簡單破口嗎 跟廣告說 很厚很厚很厚 很厚很厚很厚 一定會照你的意思做 不要 還會在新聞台播出 好 謝謝三位 謝謝謝謝 謝謝 競戰已經成功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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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